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題目 這要做考反射定律 這個入射光跟反射面夾20度 請問你反射角幾度 好,來 第一個,我們要做法線 有法線我才能夠找到所謂的入射角 那根據加起來90度 我們知道我們的入射角叫70度 那麼根據反射定律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所以我們反射角也是70度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答案選的是B 就解決了 OK嗎 反射定律,簡單 改成這樣 角度給了 一樣,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要有入射角,反射角 會需要法線 所以你要做法線 然後去找入射角 去找反射角 然後一路要坐下來 通常這個東西還會用到一個性質叫做 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經常在做這個時候 我們還會用到一個性質叫做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然後 比較壞話弄一弄就出來了 來 停車戰界混 幾度啊 這樣是幾度 就是反射定律啊 來,這個要做大帥哥 帥哥哪,21 王賞 來,你多少 你用眼睛看,不用手算 很難啊 他眼龍發在眼前 A請坐,20度 好答案 來 第一個要做好法線 然後又知道入射角就要55 其實就知道旁邊都是55跟35啦 有知道這個55、35 就隨便就知道35 可是右邊也不曉得啦 怎麼辦 三角形內角合180 所以那就是20 這個20做個條件 如果正式 你做手就知道 就表示另外一邊是20啦 不用做就知道20 但是如果你好好做 就是要做一條法線 然後呢 做一條垂直 然後知道都剛剛那麼晚 所以答案就是20 雖然就20度 OK嗎 嗯好 這要做 反射定律的簡單運用 下一題也是 下一題也是 這題仿造建宗的 仿造建宗的題目 一樣嘛 要有法線嘛 要找入射角、反射角 一樣嘛 要用到三角、旗內角、合適180 就弄出來了 這題是仿造建宗的考題 當然數字換了一下 數字換了一下 哇粹咧 這是多少咧 簡單小問題 容易算一算就出來了 不會太困難 你們幫女生很多人都不在 會抽到很多空號 14號是空號對不對 3號 不空 A啦 來 B啦 A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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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小姐 A啦 A啦 有聽到A 有聽到B 有聽到C 有聽到C 你們把答案全部都報過了 B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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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B 2 請坐 你選B嘛對不對 很好 來 我們 B那邊做個垂直 然後有個入射角X 反射角X 然後C那邊做個垂直 然後呢 做個垂直 然後有個入射角Y 反射角Y 然後呢 全部加起來180 所以A加Y就是65 65 OK 可是你還有另外一邊啊 你還有另外一邊啊 另外一邊呢 這邊呢 B旁邊叫90-X嘛 那另外一邊叫90-X 我就是法線垂直嘛 90度嘛 扣掉一個X就是90-X嘛 扣掉一個Y就90-Y嘛 那還是一樣啊 三小型內小合多少 180嘛 所以加起來叫180嘛 加起來180 然後就移項嘛 就發現現在就是X加Y嘛 X加多少 剛剛算出來就是65嘛 所以答案就65 OK 這些題目都是很簡單的 反射地律的運用 就要用到所謂的入射角 等於反射角 然後你要記得要做法線 因為有法線才有入射角跟反射角 另外一個就是過程中 我們常常會用到一件事 哪件事 三角形內角合 180度 這樣就可以 透過一些簡單的計算 就把它算出來了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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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